好咱想回家上节课内容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上节课讲的construct2的打飞机的游戏制作是吧打飞机呢其实就是就是一个触屏的夜游触屏的夜游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同学优秀作品谁呢zrs85416348那么他作业在这里啊在在这里在这里刷刷一下 这个这个位置呢这个找到的是一ftp空间速度还行是吧有有一个分数画风呢也很可爱 哎也很可爱那么把这个人放在这他自动就发不管你按与不按他自动就发就是说他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他这个还有呃hp是 1035是吧1035110哎碰可能碰了一下碰了一下就就就就就hp就降低他有hp系统 很好做得非常好当然如果说虚拟主机哪有呢我看到有人推荐毅然决然啊推荐这个 这个在好free free好123上面那么 哪去了啊然后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还有同学作品谁呢这位同学 972023182是一位柯南同学啊一位柯南同学那么他做的是什么样呢做的是这个他这个怪还可以发子弹 但子弹还可以有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子弹速度其实还可以调我们一直默认子动那个不利他的属性是吧他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我们要让他吃吃s之后啊他发现一个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哎鼠标按下不是一个事情吗鼠标按下之后然后鼠标松开之间就可以 设置这个设置这个什么其实有这样一个属性叫呃有这么一个比黑位属性就可以直接用的什么样的比黑边属性呢是这个柯南同学发现 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呢我们试一下这块新建一个精灵这个精灵长啥样呢就这样 太细了把这个宽度变宽点 好这就是这个精灵 哎对好精灵出来了精灵出来之后呢我们选中他选中他之后来个比黑边比黑边什么样的比黑边呢是一个 drag and drop就是拖拉的东西爱的爱的之后呢跑起来 就他你在这点没有你在这点他就跟着跑了跟着跑了这就是直接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好 那么我们这次讲什么呢这次呢讲一个以前玩过的小游戏什么游戏呢叫做这个吃豆人 吃豆人吃豆人是怎么玩呢这么一个玩法 按左右上下哎吃豆吃豆左右上下吃豆吃豆 然后呢当我吃到这个大豆的时候他就变成可以吃对方如果如果是普通的情况下吃就可以 哎这就加分如果普通的情况下 这样就死了 哎这就就这么一个游戏那么我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背景图 呃这个这个也是一个触屏的夜游是吧也是一个触屏的夜游这个是相应的背景图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flash的这个素材 他就可以测试这都是两针抖动的两针抖动的这是看左边的这是看上面的 这是看下边的 下面的还有一个小豆还有一个大豆 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还是到这个 这个屏幕里边我们先测试一个东西就是他周围是有档头了 就是这个这个吃豆人他是周围是有档头了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档头了这个这个功能呢 那么首那就是首先把这个这个去掉啊把这个去掉delete 把这个比还有去掉他是一个什么对象呢他是一个八方向的 八方向的东西 然后呢在这儿再建一个spirit spirit 再见一个spirit 在这儿拿这个笔画一下 然后设置他有一条属性 这个这么大不行注意 要剪裁 把它剪成一个合适大小 注意这个时候把它拉长 然后呢在这就是那个档头 这个是那个档头设置他的属性 behavior什么behavior呢 是solid solid跑起来 跑起来这个时候方向 注意他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始终 无法逾越那 那一道沟 无法逾越那一道沟 是吧 无法逾越那一道沟 好 包括到底下来到底下来 到底来到这儿都可以走 但是呢 我现在方向建的是吧 到这儿就不能走了 是吧到这儿就不能走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好 那我们把这个project close掉 然后new一个 new new new一个这个新的project 其实新建一个project以后可以存一个叫default之类的东西 是吧 default东西 这块有这么一个是吧 我我把他回头存一个default的宽度是640高度是480好 ctrl减缩 里面这个这个png背景 起个名 background 再新建一层叫什么呢 叫man man man 然后呢 spirit进来 spite spite 进来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还没有 怎么才能快速的有呢 让他 文件发布 导出影片 然后呢 是一个png序列 png序列 好 然后 保存 保存到哪呢 50项座的 抖起吧 这样呢 就形成了这些都是 相应的这个这个这个 png序列 那么我们把flash关了 把flash关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去 找到相应的 import framing 先把谁给拉过来呢 先把主角给拉过来 就是这个png 12344张 走起 把第1张关掉 然后preview一下 preview一下 他要怎么做呢 他要 要loop起来 loop是yes 然后 这块放那 preview 能够感觉到他是吧 能够感觉到他 好 把它放过来之后 先播放一遍 始终在在这走 那么我现在希望什么呢 希望他是4个方向的 并且方向 方向可以控制 好先完成这一步 那么 首先点中他吧 点中他之后呢 方向 给他加一个behavior 什么behavior呢 是方向的 方向 方向之后呢 他不是 8个direction 是4个direction 然后呢 跑起来 跑起来看他好使宝使 把这个先关了 这个好使是吧 这个好使 好使 好使但是他这个整个这个方向 是不是 不是很受控 怎么才能让他的方向受控呢 就是 要 按这4个按键 这个4个按键怎么才能做好呢 我们其实还是添加sprite 添加什么呢 挂方块 好方块 那么这个首先是一个红方块 剪台出来 红方块 放哪呢 放上面去 注意他的角度在这里 放上面 第1个方块有了 多数度呢 其实是45度 好 给他起个名 project起个名 这个叫什么呀 叫pacman pac pacman 这个叫什么呢 叫up up up up的主人呢 叫up主 那么 把他往下点 让他往下点 好 再来一个方块 哎 这就这就是4块 4块 就在这里面 当我按住上的时候就有上边的按键的内容 当我按住下的时候就有下面的内容 这是什么呢 这是button right button right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持有invent了 什么invent呢 首先是触屏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是touch touch的suprider 在这个invent里面对touch设置as touching object 如果touch到了上 那么是一种如果touch到了下 上右下左好上右下左右了 按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就是 让他pacman pacman sit 按上肯定是sit y 是吧 sit他的 y 他一定是在哪个位置 一定是在position size这个范围里面 对吧 position size sit x sit y sit y怎么样呢 sit y 等于pacman pacman pacman.y 加2 试一下 效果 上 右 下 左 完全不对 是吧 完全不对 那么 首先上下反了 这个是减 这个是 啊这这应该sit x了是吧 sit x sit x这边是加2 对完成 这个是 好久才知道在这里面看 上 右 下 左 上 右 下 左 那么 基本上是对了 然后需要把这个框框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用solid的东西把它给 给框起来是吧那么 那么 建一个sprite 什么样sprite呢 是 这样的sprite 它里面是干嘛用的呢 叫什么名了 这个名字就叫 obstacle obstacle 是 这个 应该说这个东西就是遮挡的是吧是障碍物之类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来 把它 到这来 好 这个就遮挡就是说你你移动到这你就不能再移动了 按住control键 放这来 上 跑出去了 下 又 也跑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没有有没有这个soli的 还没soli的吧 现在soli的 再跑 上 对吧 又 下 左 你看 是这样的对吧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节奏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visible是不可见的 是吧 这样这样就看不见这个了 但是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先让它可见 但是可见并且 调整这个pacman的角度 角度 怎么调整角度呢 选重它 首先是 调上的时候 上的时候就是正常 是吧 应该是 pacman 赛的一个 赛的 安 什么方向呢 是90度 90度是不是转90度 不知道 试试呗 上 上没错 对吧 上没错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按住ctrl键 上 右 下 左 好上右下左都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然后呢 就是 要放怪了 放怪 放怪呢 就把怪拿过来 那么这个怪呢 怪呢 就是一个sprite sprite sprite 把它右键 import frames 他有什么样的frames呢 哎 桌面呢 在这块有一帧5和6 5和6 5和6其实都是 这个默认的 是吧 就是看左 他表面的一样 实际不一样 打开他 看他的这个效果 preview他一下 loop 跟着preview loop yes 然后再preview 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动画 这个其实就是朝右的 是吧 朝右的 当然这个叫default的话 还可以有一个动画叫什么呢 叫up 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在这个位置 他到底是看 右边 比如说比如在这个位置吧 肯定是看右边 但是在这个位置呢 应该也是看右边 但是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应该是看右上边 这个位置就应该肯定看下边了 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 比例的问题 什么比例呢 是 这条 叫 x的距离和这条 y的距离 他们之间的 比值 就是deltax和deltay之间的比值 如果他 deltax deltay比deltax 大于等于1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 纵向的 它更强烈一些 如果是 deltax 比deltay 它是 小于1的话 那么肯定是 横向的更强一些 那么横向就是左右 纵向的就是 上下 是这么一个 逻辑 对吧 这么一个逻辑首先把它方向调过来 那么 添加一个事件 当 monster 点x 减去 pacman 点x 的时候 就是 这个是deltax 对吧 扩胡起来 除以 然后把这个ctrlc过来 Ctrlc过来 到这个位置 就是ctrlv过去 除以他外 那么如果他大于等于1的话 那么就是x方向上 再再取个绝对值 对吧 应该他还有正负呢 abs 扩胡 如果 如果他大于等于1 大于并且等于1的话 那么说明谁更起主要作用呢 说明x更起主要作用是左和右 对吧 左和右 子事件 对他进行一个爱的一个 sab event 什么invent呢 是还是compare to value x的 monster的x 是 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的话 那么monster就在右边 那么 pacman呢 在左边 那么 这个时候呢 monster在右边 pacman呢 在左边 那么 这时候monster呢 应该往 左看 对吧 应该往左看 再来一个sab event呢 他小于0 小于0的话 那么 就是一种新的情况 他是这个是汪右看对吧 monster sat 这是default 不对不对 sat animation是default default default 他是 初始的动画 他也应该是 初始的动画 default 但是呢 他应该是向右看 向右看就是set mirror的 是什么呢 是not mirror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set mirror的 就是mirror mirror 好看一遍 这个豪室宝室吧 跑起来看看 他往这边看 当我往这边推的时候呢 他又反而往这边看 是吧 又反而往 所以这个 这个mirror 我跟 mirror 非mirror 是错的 not mirror的是错的 这个是mirror 这个是not mirror 那么同样这个这个条件 他 小于一的时候 to value 这个东西他小于一的时候 那么就应该是纵作标起作用对吧 再判断一下 他的子事件 哦 review invent 嗯 compare to value 往上走 就往上看 往上看 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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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往左看 好 往右看 好 上 哎 他们俩应该是可以互相 互相互相亲近的 是吧 但真的亲近了之后 这个 这个就死了 好 那么怎么样呢 跟着跑呢 跟着跑 就是让他设置 还是这个 如果说这个 这种情况下 他是纵向的距离比较大 纵向的缺口比较大 不对 这正常横向缺口比较大 那么就得让他的赛塔X 是吧 赛塔X 刚才那个是2 那么这个是 他会把我卡到死角里吧 打入跑比较跑的快 是吧 基本这么个节奏 然后呢 就是哎 他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玩意儿呢 因为 等等 好 明白了 就是他还没有设置这个八方向的这个事 是吧 设置他一个比黑元 添加一比黑元 要不然他能穿墙啊 设置他八方向 这个时候再跑 跑到这 对吧 哎 哎 让你走 哎 我要从这下去 他卡到这 直到我非常远的地方 那么现在这个有一问题 就是他在这 他就被卡住了 是吧 他被卡住了 为什么 他就不会被卡住 你看 这个过程中 他就不会被卡住 为什么呢 其他的东西都是默认的 为什么他被卡住 他就不被卡住呢 我判断是因为 是因为默认 他有一个速度大小 就是他的速度大小是多少呢 他速度大小是加二 是吧 加二 而他速度大小呢 是加一 加一可能就差一些 如果他每次加一 他每次加二 如果说我能不能给他们设置一些变量 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他设置一个私有变量 还有一种呢 是整个外面设置一个公有变量 哪种呢 我目前选择 因为我如果设置一个公有变量的话 那么其他的就做 保持一个比例就可以了 我一改 剩下就全改了 对吧 说他的speed是多少呢 speed是多少 是一个number类型的 一开始是3 是3 然后呢 这个让他是 减去speed 剩下都是减去speed就成了 减去speed 调整之后呢 这个这个速度设置成3.6 那个速度设置成0.6 也就是说 过来的速度是2.16 2.16 这个这个 PACMAN的速度是3.6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节奏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 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豆子 并在哪里放 这里有一个豆子 然后呢 按住 哎呀 Ctrl键 两个豆子 给他按摩 下期视频 对 这里有一个 给他按摩 然后我们再度 这 洩人 这 一个 这 那 我们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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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 那么当这个所有的豆子都消失了之后是怎么算呢 就是system system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做compare to values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算bin的一个属性 bin的什么属性呢 count bin. 如果它是小于等于零的话 那么就完成了 这个游戏就完成了 就是在这个layout里面说一句话 比如说在上面 这块说一句话 除了这个小豆之外 还应该有什么呢 还应该有红果了 不是红果了 还应该有这个大豆 大豆在哪呢 不是说变大的 它是两种东西 在这儿画一个大豆 引上了 引上了 引上了之后 我再去表玩命跑 吃大豆还没事件定义 吃了大豆 它变大 它变小 然后它反吃 是吧 那么默认情况下是什么呀 默认情况下是 哎 这样又死了 它其实还可以让它再碰到了 也不死 但是那怎么办 那这个条件就得改 compare value 就是 当 monster 的 x 和 pacman的 x 比较相等的时候 并且 并且呢 mongster 就是这样 它不光碰到 而且还要 横纵坐标都得相等的时候 才会出现 tacman的 y 才会死掉 不放一遍 不放一遍 跑起来 碰一下也不会死 但是 哎 这样它也不会死 这样它就应该会死吧 让它是五个相对应该就死吧 Destroy 让它 ABS 它 减 小于等于五 小于等于五 相对以内 小于五吧 四个相对 呃 完成 然后是它 它的外 它的外 ABS 就绝对值了 小于五 小于五 然后就Destroy 好 完成 Destroy 跑起来 先让它看看 咦 这怎么倒个 这就是消失 消失没问题 倒个怎么回事 哦 因为我用储标键盘了 是吧 我我 我刚才用键盘控制 不是用触屏控制 哎 它变大了 它变小了 反吃 反吃 还是我死 因为因为还没有设置 那么吃那一幕呢 是在这块 它的绝对值的小于五 那么我给它呢 添加一个 首先给它添加一个 私有变量 私有变量叫什么呢 叫Ease Big 是一个布尔类型的 就是是和非类型的 Ease Big 如果它是Big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不是B个 什么时候是B个呢 就是吃大豆的时候B个 吃大豆的时候 就是大豆的时候 就是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让它 add sub event 什么sub event呢 就是判断一下 它的 Compere Boolean 他没有这个东西是吧 因为它是布尔类型的 判断is big 如果它是is big 就是把它 添加一个monster 得而destroy 要用它的 崩坏 如果再给它添加一个subinvent 什么subinvent呢 是判断它is big 不无力 is big 但是呢 是inverse inverse 就是不是b 并不是b 的时候就destroy 也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是b的时候 他destroy 不是b的时候 他destroy 跑去来看看 走起 我不要怕 我就是求死的 好 他被吃了 是吧 destroy了 那么 然后再继续 看他吃大豆之后 吃了大豆 走 速度 为什么 大豆 大豆吃 吃 吃了大豆之后 大豆应该消失 现在我就把它怪给吃了 是吧 那么吃了大豆之后 大豆应该消失 而且他这有点过了 这个scale是1.5就可以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小也别太小 这个这个这个不用变小了 他还是怪还是怪 因为怪啥也没吃了 所以没有没有道理 他变小 他变大了就成了 然后呢 吃大豆之后 大豆变小 就是大大豆 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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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如果说全吃了就win 如果说这个叫做没吃 那就是loose 就是当他 destroy 当pickman destroy的时候 tasset text 就是什么呢 是loose you loose loose 好 完成 完成 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就是这样 哦 不要不要用键盘啊 不要用键盘 就是纯触屏游戏 往上跑 勾怪 勾怪 我要我要完成一次 you win 看能win 能不能很快的写出来 一下下 啊 吃大豆我不怕 吃大豆这是被挡住了 吃大豆被挡住 也就是说我吃不到那个东西了吗 如果我想设置一个吃大豆之后 有一个硬值时间呢 因为我吃了大豆之后 我就永远吃不到那个了 吃不到那个了 它大得太大了 怎么设置这个吃大豆的硬值时间呢 现在我希望什么呢 希望pickman的这个变大的硬值时间 就是三秒 这东西怎么做呢 首先还是pickman 对吧 pickman添加一个私有变量 这个变量叫什么呢 叫做 嗯 big time big time big time 这个number类型的 然后呢 当 他 吃了大豆的时候 set variable 不对不对 set value 啊 big time 设置成三 设置成三 就是三秒钟 然后呢 on every second every second 每一秒钟 做一个什么事呢 pickman的 variable里面的 substrate from 1 每次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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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总有时间减到0 当 这个 compute to value 比较一下这个 比较一下这个 pi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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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time big time 如果他小于等于零的话 小于或等于零的话 那么 pickman sit sit size 变回1 哎 sit scale 变回1 1的比例 是吧 1的比例 然后呢 最终这个路死已经打了 是吧 路死已经打了 好 跑跑起来 走起来 走起来 我不能被他吃了 然后呢 我就想办法去吃那个大的去 好 吃大的 吃大的 我反吃他 我就再不 哎 很快三秒钟又过了 基本上很快三秒钟又过了 然后我们先吃完他 看看那个 运那个东西有没有 这个明知山友谷偏想运好 偏想五三星 他最后好像傻掉了 这个东西他好像傻掉了 啊 他变吃了 他被吃了之后 其实就是说 这个 为什么他最后 还会被吃呢 他已经变小了 他会被被吃是吧 every second 好像有三秒钟啊 我都没有感觉三秒钟 把这个东西搁在这儿来 上就吃 吃完了之后呢 三秒钟 三秒钟之后 其实 还除了这个设置 还要把他的一币 赛特 布林 赛布林 就是 变成fors 就三秒钟之后 他就不再能吃那个大怪 是吧 不再能吃猫子 这么一个东西 他上了之后变大了吗 不知道 上了之后好像就变大 一个秒 两个秒 三个秒 变小 好 基本上这个节奏 这次呢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我们玩一遍 而且把这个宽广什么的都去掉 然后玩一遍 把这个选中 这个这些微子宝都是invisible 都是invisible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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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什么呢 都是invisible invisible 跑起来 好 往上走 往上倒 我现在不怕了 对吧 哎 loose 我上了就吃掉你 吃不着 好 毫无压力啊 感觉 哎 快快快 我速度 最后一个 哎 你还挺聪明啊 我逗逗你 这样我才有速度 in 最后还是in了 in 让我死了 我死了是因为什么呢 我死了是因为 先吃了 然后呢 再被打到 这次呢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